我們先來看一段聖經的新聞 我們來看耶利米蘇第七章 耶利米蘇第七章 我們直接來看第四節 耶利米蘇第七章 請看第四節 你們不要依靠虛謊的話說 這些是耶和法的殿 是耶和法的殿 是耶和法的殿 反正你讀聖經也不用這樣 對不對 一開始我們不會讀孤子安心了 一開始就話得那麼大聲 我為什麼這樣讀這一段聖經 因為他的英文的語態 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本聖經 白紙黑字 當 神感動他的仆人說出一段話的時候 那麼我們 沒有辦法從這一本聖經的白紙黑字的這個文學描述的紀錄當中 那麼去了解說當先知講述這一段話的時候 那麼到底他的情緒是怎麼樣 那麼也沒有辦法看到當時他去表達這一段話的時候 那麼他的臉部表情 那麼他的聲量的高低 我們在看這本聖經的時候那麼這一個層面大概我們都沒有辦法接觸得到 那麼我們在社會上 我們一個社會學家 他們說啦 他們提供的意見 就是說我們講話那麼聽的人都會有一個感受 那可是要讓對方去感受我們講這一句話 那麼 這個 應當有三樣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裡面 那麼 一樣的一段話 一樣的 這個 一段訊息 那透過不同的這一些因素的組合 整體去呈現出來之後 那聽的人他的 整體的感受都會不一樣 那到底是哪三種因素呢 那麼第一個因素叫做這個聲量的 大小 那麼包括 這個音頻的高低 那麼這是第一個因素 聲音 那第二個因素呢 第二個因素就是 臉部的表情 當你在講這一段話的時候 那麼你臉部呈現出來給人的表情 那麼大家看了可能臉受也會不一樣 那第三個因素是什麼 就是你整體呈現出來的這個肢體語言的整體性的一個態度 那這三個因素如果我們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真的 一樣的一段話 我們聽起來感受會不一樣 我示範表演一下 怕大家打破碎嘛 為了要讓我們大家看臉部的表情 所以我口罩暫時先拿掉一下 我跟我們在座我這樣眼睛一看去 跟我比較熟的大概 坐在最前面 所以這頭前的都運氣比較壞 大概磁心 我跟他比較熟一點 所以我現在如果這樣跟他講 一樣的一段話 大家現在看我臉部的表情 怎麼樣 磁心啊 那個 老闆要事後好 老闆你如果大家學材料不好生 跟你去屁面 你就慘了 那或者我這樣講 如果說我們要當我們五甲教會的負責人 比如說我拿這個智慧這樣說 當教會的負責人要認真一點 凡事要做信徒的榜樣 要不然要帶帶領我們五甲教會 可是沒有那麼容易 不那麼簡單 那我現在講這段話 大家的感受 好不好 如果我跟諸惠這樣講 跟這個什麼 這個磁心這樣講 大家感受好不好 好 因為我這樣 再來 手又很舒服 聲音 吻手吻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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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 辯理一下好不好 都是這一些話 我現在剛剛這樣 現在這樣 慈心 這個當人家太太 先生照顧好 如果先生對你反感的話 我跟你講你日子會很難過 或者我跟 智慧這麼說 智慧啊 要當五甲教會的負責人喔 我現在佔三七夫 手吻手吻 對不對 智慧啊 我聲音就大聲 音頻就吊高啊 當五甲教會的負責人啊 沒有票先還會電 怎麼會在裡面 我吃這麼好啊 不把酒 我這樣 嗯嗯嗯 對不對 不是邊邊那個話 大家聽了 大家聽了 感覺怎麼樣 一定要這樣講嗎 對不對 傳道到底是吃錯什麼藥 那個人要不適合 我們這樣 你會不會高興 那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反感排斥的這樣子的一種心態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一段話 真的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臉部表情 那包括我們的肢體動作 那整體呈現出來之後 那大家對你所講的這個話 分量的輕重 會不會接受 還是產生排斥 那這個都是未定之數 這個是一個影響的因素 那我們看聖經這些幾乎我們都看不到 因為我們白紙黑字 你看七章第一節 這段經文是我們的耶和法真神 他告訴耶利民先知說 好你現在去站在哪裡 第二節說 站在耶和法聖殿的門口 以我們今天來講 拜託你 接待人員 一樓 大疼的門口 去騎好 你就站在要進入耶和法聖殿的門口 那站在那裡幹什麼呢 宣傳 這話 把要進來教會參加 崇拜聚會的這一些百姓 你去告訴這些進入聖殿的一切的猶大人啊 說 現在你們要聽耶和法 透過先祖要轉達你們的話 那第三節就是不客氣的嚴厲的責備的花 他的這個圓文的聖經與太學上面 那麼第三節 就是 沒有不講禮貌 單刀子入 一刀就要你死了 是這樣子的一種呈現方式啊 所以你在讀對戰新聞如果你這樣唸 萬軍的邀法醫生的事 這樣說 你們就要改正行動作為 我就讓你們在這個地方 站起來 你聽了會感覺 無難無呢 對吧 怎麼聽到沒什麼要緊 改了 沒關係 不改了 沒關係 親菜 那如果這一句話我唸的變成是一個急促的 而且帶著一點情緒的怒氣在裡面 那先是 轉達給百姓說 我跟你講 萬軍的神現在這麼說 聽好清楚 萬軍的邀法醫生怎麼說 說什麼 改正行動 那如果我是這樣子的口氣講大家 很嚴重 好像很嚴重喔 不是那個 麻麻糊糊可以去敷衍應付一下的這樣子的一種角度喔 那第四節我剛剛這樣唸 就是先知表達他內心的情緒這個是神給他的 因為這些百姓當時他們著重的是什麼 是 索羅門王花卉 巨織花卉 非常好的材料 那麼去建造出來的 優法神的聖殿 那這座聖殿是金壁 金壁堂皇啊 我們講富麗堂皇啊 金壁揮皇啊 因為那個牆壁都是貼金寶的 打金子 薄薄的金子片 去把它蓋起來 然後鑫了非常多的 鑽石 珍珠 瑪瑙 非常貴重的 這一些東西 那麼去裝飾了 這一個聖殿 用最好的 黎巴那個香薄木 都是最優等的 所以這座聖殿建造起來之後呢 當時的以色列百姓就自豪啦 河中的聖殿 你這一句話聖經有出現啦 沒有出現不講那一邊 百姓很自豪喔 看啊 何等的聖殿啊 瑪瑙把打冷水啊 瑪瑙說什麼 四十兩年你這兒蓋起來 我跟你說 三天我就要挑尾 你們 我拆毀的聖殿 我三天 我就要重新再把它建立起來 這個是月安福音第二章 我們 可以自己去看的 他們在外面說 這座聖殿 你怎麼會不會 瑪瑙說 聖殿水剛好 所以當時以色列百姓他們就是 所得莫王所建造這個聖殿 讓他們覺得說 我一回聖殿我就平安了啦 所以你再看一下這個 你這段經文你可以前後 從第一節看到第十一節 那我們現在看到第十一節 因為我們耶和法真審他最後告訴 透過現出告訴百姓的就是說 這個稱為我名下的殿 在你們眼中 其可看為賊窩嗎 因為帝書姊他們說 這個你們來到稱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又說我們可以自由啦 這個可以自由就是說 我外面做的事情 跟我完全毫不相關 因為我進來聖殿 跟我都隔絕啦 因為我就在神的殿裡面嘛 神就給我平安 所以他們說 我們中文說可以自由的 比如說我平安的啦 我外面做的這些事情跟我完全毫不相關 因為我進來在耶和法 神的聖殿裡面 那我們的神就說 那你們把這個聖殿看成什麼 擦修啦 場屋納購的一個不法的場所啦 是這樣子嗎 好 我們今天真耶穌教會 我們不能否認就是說 當我們的信仰達到一個相當的層次 那麼我們在整個生活行動當中 我們能夠承受給神的一個 最好對神恩典的回饋感恩 那麼很可能就是跟所羅門王的數代一樣 建造一座非常好的聖殿 那我們不能否認 我們五甲教會這個聖殿真的是漂亮 從建築學的美觀 從我們臨近的建築的這個景觀 我們都是首屈一指的 真的太漂亮了 可能超越淡水教會 台北的淡水教會 淡水教會剛剛建立的時候呢 這個淡水政府 他就把這一棟建築物當中是淡水鎮的 建築指標 放在他們的這個限制裡面 那請問 當我們洩陽達到了高峰 我們有聚會的場所的需求 這個都是我們建電的原因 那我們在整個勝功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這座聖殿好不容易還缺錢 我看我們樓下還缺了什麼359萬 到去年年底 到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還在負債當中 那這座聖殿建造完成了 我們的心態到底是怎麼樣 可能我們不至於像當初的以色列百姓說 咦 我們就標榜這座聖殿 然後我的生活原型就脫離了真理 可能我們不會這樣 但是我們的心態 會覺得說 工作完成了 所以我就 很安心 很放心 我就 來 教會 來這個聖殿 享受一個 這個聖殿 感受一下這個聖殿的澎湃的氣勢 那進入聖殿裡面 我也一樣喪失 一樣禱告 一樣聽講道理 我們說 這個就是我現在該做的 所以 我說一個 比較不客氣的 我們的聖功是不是就僅局限你內部 然後就停擺 對外部道的樹工就停擺了 會不會這樣 我曾經擔任過中區的 這個教區的這個 行政關懷的工作 那一任三年 這個要 這個 區負責要卸任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有幾個 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們就跑到我注目的教會 特別來找我 因為那天晚上剛好沒有聚會 他們打電話 說我越說越來找我 我說歡迎 那來的時候 他們 我講重點 他們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你來我們 這個教區裡面 那麼擔任了一任三連這個區負責的工作 你要不要想想看在你這一任的期間當中 你發現我們教區 比較兴旺的聖功是什麼 不要想過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我想整天說 很難說 因為我們變了很多企劃 我們宣道族 教務族 等等很多講習訓練 我們變了很多企劃 我看我講比較 比較不準確 那也比較不客觀 那乾脆你們站在一個 這個 不是教區負責人的一個局外人的身份 你來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的這個教區 最兴旺的聖功到底是什麼呢 那其中一個信徒就很不客氣 兩個 林傳道 兩個聖功我感覺 你推電了 很幸運 很發電 我說真的 我很高興 你來 還是對兩個 第一個叫做建會堂比賽 開會兩比賽 我聽一個歌歌都認了 我就在想 真的 因為我最近那三年的時間 這個教區有五經教會 現場 還有在 蓋的教會 火灯蓋很多 一直蓋一直蓋 買土地蓋蓋 古月煩新 所以他說 我們感受到教區就是一天到晚發文 你無款 這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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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教會 快點到三天 拜託一下 所以 建勝店比賽 聽一下 幾個頭都在 我說還有一個 他說還有一個 就是教會裡面的旅遊活動 非常興奮 這個 總夠夠了 總夠夠了 你都 辦一個年度旅遊活動 各團區 都要辦個年度旅遊活動 教會 小區 教區 全部都在推 連續有連續有連續的旅遊活動 到處都是辦活動 無沙沙 所以 很開心 我想我會深切檢討 深切檢討 我跟他們講 真的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這個 每一個不同的一個單位 每一個不同的一個單位 教區也好 總會也好 那麼我們給信徒的感受就是 沒有屬主在推動我們教會的兴旺跟發展的福音事工 我們不期待有這樣子的觀感存在 所以我一開始從前年就是說 我們來思考以色列人他們的信仰盲點 那看一看 我們今天五甲教會建的這麼漂亮 在這個地方是地方建築物的指標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幾乎兩億 那這個會堂建造好的 我們現在的心態是怎麼樣 工作完成了嗎 沒有啦 現在又來就鄉親了 蒜冷氣 泡咖啡 大家教會裡面非常和諧 這樣就很好 那是不是我們就局限在於 勝功就已經完成了 為什麼 因為好不容易有機會奉獻那麼多錢 來幫助教會建造這個建築物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滿足了呢 我要從保羅他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兩個非常重要的 保羅為什麼那麼認真要去傳福音 為什麼保羅要這麼拼命 因為在保羅他的心目當中 我們透過這一本聖經的紀錄 我們可以發現 因為保羅他有兩個觀念 逼得他不得不要去傳福音 那麼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保羅他說 我勸 所有人福音的戰 我們來看羅馬書 第一章 請看羅馬書第一章 十四節跟十五節的經文 羅馬書一章 十四節 十五節 那麼這段經文保留說 無論什麼人 這個外邦人 西里尼人 叫希臘人 那麼或者是化外人 化外人就是外邦人 沒有這個比較 在文化上比較 不進步的這一些 外邦人 那聰明人 這個不必解釋 余卓人 這個不必解釋 IQ比較低 社會比較沒生氣 他說 我都欠他們的債 那既然保羅說 我都欠他們的債 所以他 立定的心智是什麼呢 他說 我情願盡我的力量 然後呢 然後將福音也傳給你們 在羅馬的人 因為保羅現在要到羅馬去 那他的意思 十四節保羅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一個欠債的人 我是一個欠福音的 一個人 所以我要有義務的 對 這一件事情來 互取別人可以得救的需要 我要為這件事情 因為我欠面 欠面借 我欠面錢 這錢 如果沒有他清楚 他們不會得救 比如說我福音沒有傳 他們可能就沒有得救機會 所以我我有義務 我要付清 那麼傳福音讓這些人有得救的機會 那麼十五節 保羅他說 所以我甘心情願的 我非常渴望積極的 傳福音 我認真 你來探錢 我來 海才會救 那談到這邊 我有兩個 我生活當中的經歷 我先講第一個 我民國七十二年在社會上工作 一個月探望離空 在台北市 那時候要進入婚姻 廁所空前到台北去闖天下 要結婚了 租房子 我覺得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很勉強的去看了一個 比較便宜的這個四樓的公寓的房子 第四樓 然後 買了 買了之後 然後 我就負債了 負債 當時銀行的利息 民國七十二年 那感覺會怕死人 銀行的利息是 10.75% 我們現在 如果年輕人去買房子 我們現在 台灣銀行提供的利息 如果是首次購物的話 大概是 這個前兩年大概是1.19% 幾乎差10倍 差10倍 我那時候是 10.75% 所以我賺的錢 一半 通通要交給銀行 壓力很大 每個月時間到 就要入 19個月一定要入 入到 跟太太兩個人 認真做工作 希望能得 多累積一點 這個錢 能夠把這個債務還 那以前每個月要繳貸款的時候 那那個 那個那個月的錢 要繳貸款的前幾年 都要省長力度 百度就要稍微 不要吃太飽 為什麼 因為吃太 入銀行 這個錢就不夠了 10.75% 大家不必 輸到我借多少 反正半個月的薪水 就是要繳 終於九月書給我們恩典 經過了 幾年之後 那因為有一些這個 額外神所賞賜的錢財 所以我就把銀行的利息 繳清了 那我最後一次到銀行去繳清 所有貸款的時候 所有的手續 辦完 那那個什麼 塗銷這個抵押 設定的那個證明 我拿到齁 喔 我就這樣啦 然後走到銀行門口外面齁 不要叫我聽到的 我總要氣笑 聽到嗎 啊 啊 我在銀行門口像這樣啦 我氣笑 為什麼 有在他申請了 所以走去那間銀行的 隔壁的味道 叫黑豆冠 叫老菜 叫陽春 不用 退後把這回來 為什麼 錢 不用給銀行 我這盧海青 夠開心的 夠開心的 不要知道說好 不缺錢實在有夠好的 那不然錢 我們一口 不然有夠人心情都不會輕鬆 那我從這個角度 我在看 保羅他說 我欠福音的債 這個債 不還 不可以 保羅的觀念是不可以 所以保羅他說 我寧可生命沒有的 這個福音的工作 我不能沒有做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 20章 使徒行傳20章 從 從22節到 24節的這一段經緯 請大家看一下 20章 22節到24節 這個是保羅 他第三次的國外步道結束之後 那麼現在他要回到耶路撒冷 去恕職 去復命 那你看22節 他說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心盛脫瀉 所以言文就我的心好像被捆綁住一樣 為什麼他要怎麼說呢 23節他說 因為聖靈在各城向我主政 有捆手跟困難 等待我 我現在要回到耶路撒冷 這座路 而且是聖靈 感動 启示他的 但是保羅他的心態怎麼樣 24節 保羅說 完成神 托付給我的福音 恩惠的福音 把神給我的責任 把這些債務還行是比較重要的啦 那甚至 犧牲生命 也沒有關係啦 命也沒有關係啦 我想很少人會有 在傳福音跟保全生命 這個兩者的決 抉擇當中 會選擇說 好存半死的 死尊度算 命也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罪我不能 那我們現在要著重的是 保羅 受到聖靈的 啟示跟感動 說你這一趟的福音之旅 充滿了煩濫捆鎖 前途暗淡喔 那個人啊 我才沒這麼傻 我再謀你想像啦 如果是我的話 我才沒有那麼笨 明珠三憂府 偏上府三省 我們不要稍微翻一下 好像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聯總說 好 全世界先到 不是先到 這個事工 資源的工作 全部都暫停 哇 有聰明地位 不錯喔 保羅跟我們前途拜 明珠這一次去 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挫折 煩濫捆鎖 保羅說 誰 命都可以沒了 我在怕黏白 是不是 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這樣 你看 你在看這個 二十 二十章 二十章的三十八節 保羅跟乙福守教會的弟兄姊妹 在座習北的時候 那麼當時 眾人 三十七節說 眾人痛哭喔 大家都靠 沒保羅的阿嬤 跟他沾水 三十八節 叫他們最傷心的 就是他說 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了 保羅 保羅他是報定 這座就是存檬式的 所以他告訴 與乙福守教會的弟兄姊妹 可能沒有辦法見面的 我這一趟去 我們沒有見面的機會 叫決別 跟乙福守教會的弟兄姊妹 決別 那你看保羅這一趟 聖靈透過多少人向保羅 訴說 不要去 不要去啦 多少人呢 你看二十一章 地數節 現在保羅他來到了一個叫做推羅這一個城市 那麼到了推羅這一個城市 你看地數節說他找到了推羅的門徒 在那裡住七天 那這些門徒怎麼樣 被聖靈感動 然後跟保羅說 不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聖靈感動保羅 再來聖靈感動推羅的門徒 都告訴保羅 告訴保羅 你這段期保釋 我們慘 沒有好路程 沒有好戰鬥 所以都勸保羅說 腳步暫停一下有什麼關係呢 不要去啦 那是不是只有這樣 你再看到 第十節 十一節 第十節 十一節 又有一個 從猶太現在保羅他來到哪裡 保羅第八節說他來到了一個叫做蓋薩利亞 從推羅他現在推進路程推進 那麼到蓋薩利亞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先知 第十節說叫雅加布 是從猶太來的 猶太就是耶路撒冷區 那蓋薩利亞就是耶路撒冷的北方 蓋薩利亞 撒瑪利亞這個地方的這個所在的 這個行政的管轄區 那來的時候呢 十一節 拿保羅的腰帶 捆上自己的手腳說 聖靈說 聖靈說 猶太人要在耶路撒冷捆綁這個腰帶的主人 把他交給外邦人 聖靈恰是保羅 聖靈恰是推羅的問答 現在聖靈特別切派一個叫做雅加布的先知 那麼 千里迢迢走到蓋薩利亞 然後 以身作則 看圖說故事 幼稚般的交法 這個 腰帶拿起來 捆自己的手腳說 這個 這條腰帶的主人如果到越路撒冷救助家 三個個世了對不對 不一樣人 是不是這樣 保羅就不必去 好啦好啦好啦 你就給我靠近那邊 不然我不要去 不是喔 十二節 你看十二節說 我們 和那本地的人聽見做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越路撒冷去 我們就是保羅的同工群 使徒行算的直逼者 那個是路加醫生 所以是保羅的同工 也勸保羅不要去 再來 本地的信徒 蓋薩利亞地區的信徒 也勸保羅不要去 那他們勸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跟他們的情緒都很激動 十三節保羅說 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讓我心碎呢 那是靠在這裏口空 跟愛求 拜託啦 因為真的保羅這個人 值得我們去敬佩 所以弟兄姊妹我非常敬愛他 所以五種人 都在聖領的舉述告訴保羅不要去 那保羅他怎麼夾 保羅在十三節說 他說不要說捆綁啦 為耶穌的名死在耶路撒冷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念到這些經文 那麼我們的心靈都會被 神感動 我是當傳道 所以我當傳道之後 那在總會我就沒辦法出家手 沒有辦法 那麼我注目教會的時候 我注目的教會 我一定會推福音步道輸功 一定要做 不能不做 因為神給我們這本聖經真理的教導 那個方向 聖功的方向 太清楚了 無論從選民的角度 無論從教會整體的角度 無論從我們個人的角度 都是福音步道輸功 不然雅蘇市變作福音沒有往外宣揚 那斷絕的眾人得救之路 我們台灣 一年 死掉的人數有17萬5000人 17萬5000人 那不要說全世界 只說台灣就好 平均一天死掉的人數 大概480個 今天是無團480個 帶起來了 去地獄 這個壓力 給我相當大 所以我會推 這是我第一個感受 因為我 我欠缺 我錢沒還 對押說交代不過 所以一定要做 那第二個 我們怎麼知道 在台灣 那個 跳樓去 帝斯 賣肉 沒聽過嗎 沒聽過 第一天 第一天 跳樓去帝斯賣肉 我去看一下他這個 歷史上的一個紀錄 是民國75年 民國75年 這個是在台北市的這個新生北路二段 那當時有一個幸福古業府的一個福小姐 因為他在婚姻的 這個路程上 那麼受到了一些挫折 所以他就不想活了啦 他是住在十樓 那 3月5號那一天 晚上清晨12點多 他跑到他們的 大樓的頂樓 第13層樓 在那邊徘徊 在那邊徘徊走來走去 那到了這個半月三點半 我看到的紀錄大概三點半左右 他就決定跳樓駐殺 那當時在樓下有一個姓黃的 先生 他是一個貧苦的家庭 夫妻兩個人非常勤奮工作 那麼要維持他們家庭三個孩子的這個生活會的需要 讀書的學會的需要 那當時三個孩子聯繫都還沒有很大 如果輸掉正確 那麼最大的才是國小聽說是四年級左右 那他白天工作 晚上覺得他的收入不夠 所以白天他太太蒜肉桑 晚上他就把這個肉桑放在腳踏車上面 然後沿街叫賣 燒肉桑 燒肉桑 對不對 過間的燒肉桑那條刮就跑出來了 是不是 燒肉粽 那運氣很好 他三點多還在叫賣肉粽的時候 然後那個浮姓的女子跳下來 結果怎麼樣 真不幸 叫賣死 那這個浮姓的女子後來是受了一點清傷 腳受了一點清傷 沒死 現在變作刑事事件 對不對 要死的 沒死 不應該死的 這實在是人間悲劇 所以當這個案件一發生的時候呢 當時因為從來沒有過這樣子的一個例子嘛 沒有沒有過這樣這個案件發生 所以當時在我們台灣的這個司法界 那為了這個案子 很多意見 有一些教育學家他們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那麼從教育的角度 那麼有一些用法律的觀點 他們從司法的角度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那宗教呢 佛教用輪迴論的角度 輪迴啦 因果報應啦 那當時基督教也提供一個建議 給我們的政府當成是一個參考 那基督教提供的建議是什麼呢 我去看他的文獻資料 就是說有夠好的 真的有夠好的觀念 他們是用耶穌基督他來樹上為我們眾人犧牲生命 所以如果用他們的觀點 當時發表的觀點 就是 我們這個解釋的怎麼用 去抵死那個不應該死的 是不是 他說不應該死啊 他也沒罪啊 但是一個不該死的人來到了樹上 他心甘情願 為我們的罪 所以他進入死亡裡面 那我們這一些有罪的人 就是往下一跳 本來要到地獄去的 結果 這有夠讚的 你知道嗎 純粹是恩典 所以基督教引聖這樣子的一個聖心的 耶穌救贖恩典的典故 然後 我們給政府的建議 很可惜政府 後來沒有採用 那麼給政府的建議是什麼 他說這樣子 福姓女子是該死的 結果壓死的 黃先生不該死的人 那黃先生現在不在了 所以我們基督教的建議是 讓 福 這個 福小姐 為黃先生而活 什麼意思啊 福小姐你就去外面努力工作賺錢 因為你的生命還在 你要去外面努力工作賺錢 賺錢幹什麼 你要負責 你要負責把黃先生 他們家這三個孩子 撫養養育 讓他們有飯吃 讓他們接受教育 然後 撫養到他們 長大成人 有獨立經濟的能力 那你的刑期就算結束 所以當初就判 半年的 半年的這個民法的刑法 然後加了回去司法單位嘛 所以可以去請求民事賠償了 啊我們給他這個建議 保羅 剛好 也有這樣子的觀念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格林多後書 格林多後書請看第五章 格林多後書五章 十四節 格林多後書五章十四節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個人 既然替眾人死 眾人就多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 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 來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代替耶穌基督 活在這個世間 那耶穌基督他 托付給我們的福音的署名 就是我們來承擔 好像這個 胡小姐 要為 黃先生 而活 所以他要努力 他要去賺錢 他要把他的後代祖孫 把他們的孩子 扶養長大成人 當 獨立的 能夠照顧自己的 好胡小姐你的刑期就結束了 不必要判你說要關三連關五連 要罰兩百萬五百萬不必 就這樣就好了 就是欠債觀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那麼我們今天能不能夠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嚴固 那配合這段聖經保羅他的觀念 我們就是要替 耶穌基督 而活 所以我這個名字就是 耶穌的 不是我愛 你 用一點時間追求我們肉體生活的需要 這個絕對是合理的正常的 來社會人 賺錢 不是只賺錢 你要同時兼顧 在我工作賺錢的時候 胡雲步道樹工的署名也在我身上 怎麼藉著我接觸的人群 怎麼藉著我現在的環境 我能夠把福音步道這樣子的責任去完成掉 所以保留他有很強的欠債觀 所以他願意說好犧牲生命OK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福音的戰 不能不還 那這個真理的觀念如果我們可以接受 定根下來的時候 我想你走到哪裡都會有傳福音這樣子的心智跟使命存在 第二個角度 我在講義裡面提到說從災禍的角度來做思考 我們先來看一下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這個都是保留他的觀念 記錄在聖經裡面的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的十六節 你看保留他這裡講了一段話那這段話 我們在神學院真的想了好久 這個敬詩禱告想了很久 我們很難去了解 第十六節保留他說我傳福音也沒有可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 保留說不是我很愛團 我如果是五不二三中 實在是不得已 那為什麼保留他會這麼說呢 他說若不傳福音 我便有貨了 那這個有貨了 那這個有貨了 他的英文叫做 貨在 警探好 那麼他的解釋是說表達一種內心的痛苦 得不到釋放喜樂的這樣子的一種哀明 如果我不傳福音 如果我不傳福音 有貨了 貨在 就有貨要來 那我們就在想 不傳福音 我便有貨了 到底是會有什麼貨 那這本聖經 這本聖經 我們可以看到的大概都是一種鼓勵性的 那麼或者是一種所謂的命令式的 一種神的 借命的命令的一種轉達 比較強硬的就是命令式的 那麼或者是一種鼓勵性的告訴大家要去做 那這本聖經 似乎很少提到說 如果你不傳福音 神會降什麼災禍給我們 不奉獻十分之一神會降災禍 這個很清楚 在馬拉基書第3章第8節一下 我們都可以看到 你若不憲十分之音 神講你看這些災禍 很清楚啊 一看就了解啊 那現在是不傳福音會有什麼災禍呢 在神園我們很多同學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所找到的一些相關性的經文的根據 我現在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不傳福音 有什麼災禍 我先講結論 得救會有相當大的娛力 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不敢說絕對不能得救 我不敢這樣說 但是你不傳福音在你的整個得救的需要上 會有相當大的娛力性存在 因為我們在看保羅他的接棒人是提摩泰 所以保羅他寫的提摩泰前書寫的提摩泰後書 一直把一些工作的任務 工作的內容 指導原則告訴提摩泰 那有時候我們發現 講話有兩種不同的層次 一種叫什麼 一種叫單刀直入 我不必跟你講那麼多 我就可以講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是不乾脆的 不是單刀直入的 他要教導你事情之前 他會先講幾樣前世的條件 以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講 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念小學的時候 有一次 放學回家 隔壁的阿姨把我叫過去 小朋友來 我說阿姨有事嗎 你媽媽剛剛出去了 有事情說要到這個 城市去辦 因為我們住在鄉下 你媽媽到城市去了 辦一些事情 他有離開的時候 他有跟我說 那個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好 你如果沒有做好 注意聽喔 小朋友 兩件栽養會臨到你喔 我這樣一直看我那個阿姨說 我媽媽是交代什麼 你媽媽說這個事情沒有做好 第一 回來一定要拿棍子打你 第二 沒有晚餐可以吃 這些孩子不都要動了 真的喔 好像很嚴重喔 阿姨那到底是我媽媽叫我做什麼事 你沒有看到你家庭宴 晾了一些衣服 我說有啊 你媽說衣服要收 收衣服就收衣服 我媽媽敢不說我衣服如果沒收 回來要給我插就把我截順插肉絲 我媽媽敢不說不要花錢還不長 但是我會怕 所以我衣服 衣服有搭不搭先收這麼說 對不對 所以我回去就房 我媽媽沒有交代說 她說衣服乾了再收對不對 她說衣服要收 我插插 不搭不搭都給我收一支 不用你回來 沒飯好吃 還給我媽媽說 那媽媽終於回來了 那媽媽回來的時候我就問我媽媽 那我媽媽說 哎呀 我媽媽媽 你如果收收 那有糟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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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媽媽講說 阿哥 貴阿姨就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怕我就趕快收啦 我媽媽說 我怎麼會這樣 所以那我才會說 所以所以我們想話說 嚇壞會結嘛 嚇壞會結嘛 嚇壞就嚇壞 我把湯仔叫你聽到別人叫他笑頭 可能剩四個、三個 兩塊還拿來吃 那保羅他在吩咐提摩泰的時候 我們發現保羅有時候在交代提摩泰做一些事情 就是會有前述條件 不是很乾脆 我們先來看提摩泰前書六章 提摩泰前書六章是二節 我們讀一下 你看 你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辭定永生 你為此備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已經做的那美好的見證 再來兩個甜述條件 我在萬物生活的神面前 再來 並向本丟彼拉多做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 吩咐你要守這個見面 一下我就想會了 不過我告訴你他要做什麼事情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然後辭定永生 就是堅持走這一條真理的道路 不要騙 你才有永生可得 而且你還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因為有魔鬼的網絡 因為有本身肉體的情欲的軟弱 那常常會有外人的對我們不友善的舉動 對不對 所以來教會 人家用那種說 人家說那個話 人家做什麼動作 我們真的會受傷 有時候我們教會 有時候也因為這樣子 會去半導人或者說不定 所以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困難阻礙 在我們這條真理的道路上 那保羅要關乎提摩泰 你看 他就拿了兩個前置條件 說第一個 叫萬物生火的神面前 換句話說提摩泰 你有沒有感謝神所賞賜給你生活的恩典 因為我們今天生活所有的一切資源都是神給的 空氣、水、陽光、五穀菜豬、飛瓶手 所有各種肉 魚蝦水族 你說我很努力耶 這個是我們的本分 因為神給你的是健康的身體 是有工作的能力 那如果那麼認真 沒有陽光、沒有水、沒有空氣 你那麼認真有什麼用 叫什麼洗 沒有五穀菜豬、沒有灰青手 所以無法維持我們肉體上面 沒有這些物質 那你那麼認真工作有什麼用 沒有用 所以保羅他問題 天上這個神降下雨水、濕潤大地 然後讓五穀菜豬能夠生長 萬物運轉 這麼有規律 那這個神賞賜給你這麼多生活的恩典 你有沒有感謝 如果你有的話 現在第二個 生命的救贖恩典 你會不會紀念 所以他說 在本丘比拉多面前 做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 耶穌面前 我吩咐你啊 一個是生活的恩典 一個是生命的救贖 所以保羅他就問 問提摩泰 這兩樣 你要不要回報 回報給神 你會不會感謝 會不會感恩 你會不會紀念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現在用這兩個前述條件 我吩咐你 吩咐你什麼事 十二節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除定永生 很不乾脆 真的不乾脆 我們再來看隔壁 第五章 第五章的二十一節 現在保羅又拿了三樣前述條件 來壓提摩泰 五章二十一節 我在神 第一個 我在神面前 再來 在基督耶穌 第二個 在基督耶穌面前 第三個 蒙檢選的天使面前 嘱咐你 那這個所謂的蒙檢選的天使 就是沒有犯罪的天使 天使他的本物就是順服 接受神所給他的服役這樣子的責任 去完成神託付給他的責任 所以我們的神 他現在問提摩泰 在神面前 就是你敢念神給你生活的恩典嗎 再來 在基督耶穌面前 你敢念耶穌基督救你嗎 你願意為主所用嗎 再來 你願意學習那個順服的天使 沒有意見接受神 拆派去執行神的工作嗎 你願意嗎 如果你願意保羅說好 我現在吩咐你 吩咐你做什麼 二十二節以下 給人行暗手的你不要急促 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等等 所以這裡保羅他提了三樣的前述條件 那是不是只有這樣 最嚴重的 我不是講最嚴重 最重要的 我們來看提摩泰後書第四章 保羅拿著四樣前置條件 然後告訴提摩泰想清楚 然後再決定你要不要做 提摩泰後書四章一節 第一個 第一節說我在神面前 這個我不再解釋了 因為生活的恩典系由神而來 再來 並在將來審判活人屬人的耶穌面前 不是做 不是在本丘比拉多面前做過美好見證 不一樣 他現在把那個末日耶穌基督的審判權拿出來 那換句話說我要吩咐你的這件事情 你將來要面對耶穌基督的審判 因為耶穌基督他是審判還活著的人 甚至已經數掉的人也會復活 我接受耶穌基督的審判 每個人都沒有辦法避免被耶穌基督在末日的時候 那麼做審判 所以他把耶穌的末日的審判權拿出來 那換句話說我要吩咐你的這件事情 是要經過耶穌基督的審判 這就嚴重了 憑著他的顯現 耶穌基督他降生來到這個世界 那麼他來到這個世界 到底他的目標他的任務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你做一個記號 提摩太后宿宿章這裡做一個記號 我們來看馬可福音第一章 馬可福音第一章 從三十五節以下的經文 那麼我用解讀的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耶穌他現在來到了一座城塑 叫做加百農 那麼醫治了西門的岳母的熱病之後呢 哇你看從三十二節記載 這個城塑裡面的人 全部都跑到耶穌的面前 三十三節合成的人都來了 那麼把一切這個被鬼附著的 一切害病的全部都來為什麼 肉體運電大家同愛啦 日子會睡多久 因為永生也看不到 體會不到對不對 眼睛睜那麼大 看不到將來靈魂到哪裡去 這個是 平要信心去接受 但是我們有聖靈做印證 但是對我們這個肉體還存在著說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活得快樂 活得鬆快 活得健康 活得平安 比什麼都比較要緊啊 活得心靈可以這樣揮嘻 這個是最重要啊 所以耶穌就為他們一病趕鬼 好 那你看三十五節 所有的人都跑去找耶穌 因為耶穌工作完之後 他需要向神祷告 所以耶穌跑到旷野 那所有的人都跑去找耶穌啊 所以當西門找到了耶穌 三十七節對耶穌怎麼講 大家都找你喔 耶穌啊你不是阿嬤啊 米給人找都沒有 大家四個一直在你找 你現在是大明星喔 耶穌要做完這個時候 我們說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啦 大家都在找你啊 你看三十八節耶穌怎麼講 耶穌對他們說 我們可以往別處去 到鄰近的鄉村 我也好在那裡傳道 因為我是為這次出來的 那三十八節 說於是他們就跑到加利利 那用現在的社會講話 就說耶穌跟問答說 我會有快要選給他們找不到 為什麼 耶穌說我不是為了行神祭來的 我不是為了給人肉體的恩典 平安而來的 我是為了什麼 我是為了傳揚神果的道理 來到這個數學的 我不是為了要給人肉體平安而來的 那你再翻一頁過來看 馬可福音三章 二十節二十一節 這個是耶穌他來樹上 他顯現傳福音的精神 連飯都顧不得吃 所以他的親屬 看到耶穌這種表現 團福音團得像氣笑一樣 所以他的門 他的這個什麼 他們的族人 耶穌的親屬說 這個人去笑 讓人團團團這個人 用敢拚命敢死 怕死又不用背 沒有人這樣子的啦 所以認定耶穌有精神病 顛狂的 那耶穌的門徒呢 我們看第六章 第六章的三十節 三十節以下三十一節三十二節 你注意去看他 你會發現耶穌的門徒跟耶穌一樣 因為需要道理的人太多了 所以聖經記載說 他們把所做的工作 向耶穌報告出後三十一節 耶穌就靈命他們 那告訴他們說 來來不要說 頭頭啊哨 暗暗的 靜悄悄的 不要宣揚 讓人找不到 跑到礦野去幹嘛 歇一歇啦 為什麼 因為吃飯都沒時間 那你現在回到提摩泰後書第四章 第一節 保羅他說 憑著耶穌的顯現 提摩泰 你看一下我們的救主耶穌 他來這個樹上 他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就是傳福音 而且傳道大家認為他癲狂的 他不是為行神器而來的 他是為傳道而來的 所以你主要的主軸方向就是傳道 一個人要傳福音不傳福音 我們從保羅 吩咐提摩泰的這個 教導當中我們發現 第一個 把耶穌的審判權拿出來講 先壓他一下 你將來要面對耶穌的審判 第二個 把將來你要進入的屬靈 天上的國度拿出來講 想不想進去 有想要進去嗎 先問他一下 先壓他一下 然後他才告訴提摩泰 第二節 誤要傳道 無論得死不得死 那再來我們自己去看 你一定要去團隊 不要跟死基好跟死基壞 那保羅講這句話 你要去了解當時的環境背景 當時的環境背景是怎麼樣 這個是因為提摩泰後述就是保羅的遺書 寫的這封書信保羅就在羅馬的死刑監牢裡面 被尼路皇帝砍頭死掉 所以這段時間是怎麼樣 是尼路皇帝迫害基督徒很嚴重的一個時候 一個環境 因為尼路皇帝他是一個建築天才 那當他執掌羅馬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首都羅馬城建築雜亂無章 他非常不滿意 所以他想重建羅馬城 但是有那麼簡單把所有的皇族都拆掉嗎 要付出多少國家的什麼 這個國庫的損失啊補償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半會修 三個半會叫人半會修 那今天可能我們有時候會發現 哪個眷村發生火災的找不到兇手 這通過的方法嘛 誰燒的你管誰燒的 所以他就叫人三更半夜到羅馬城縱火 羅馬城有三個行政區 像我們高雄出我不曉得幾個行政區 我們這邊是鳳山區嘛 好他有13個行政區 完全燒毀的是11.5個 那剩下1.5個是半會狀態 整個羅馬城都完蛋 那羅馬城住的都是當時的一等國民啊 生來就是羅馬級的羅馬人啊 這個皇屋的財產蒙受損失啊 到底是誰換火的 總是要找一個 所以羅馬皇帝他說基督徒做的 為什麼會把罪名撥給基督徒 因為當時的基督徒在當時的社會是 不但是次等國民 基督徒在當時是 第一下階層的組成分數 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看哥林多前書第二章 保羅寫書 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保羅寫書信給哥林多教會的時候 一章二十六節以下的經文 那保羅他就這麼說 他說按著肉體來看啊 就是說用這個宿界的眼光跟角度 來看這些基督徒他們的組成 第一章 第一個有智慧的不多 聰明的沒幾個 再來呢 有能力就是有才華的 社會上有成就的 有成就不一定聰明 對不對 好像王永慶先生 他也是念小學而已 但是他社會很有成就 所以第一個說 頭好的頭好的 第二 社會上有階層 那麼有才華的人不多 再來有尊貴 有尊貴就是說 能夠擠入到上流社會的也不多 沒幾個有名望的人 那二十七節 神簡選了什麼人 愚拙的 軟弱的 然後那二十八節 悲賤的 然後被人厭惡的 還有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當屬基督徒的組成 組成 組成分子 所以他是低下階層的 中下 中低下階層的比較多 然後是猶太人 所以罪名要拔 統甘丹 所以一筆就撥到猶太人 這猶太人去中火的啊 因為他們是處理國民 看我們不順眼啊 所以有一個影片叫 暴君渾沉路 他就是在描述 羅馬皇帝尼路當政的時候 那麼他迫害基督徒 所以當時的基督徒 全部都要變成地下化的生活 暗不見天日 羅馬的競技場 產生了基督徒去跟野獸搏鬥 然後呢山領穴洞到處挖 然後全部地底下點火把點燭光去生活 不敢出來 因為一出來 大家知道你信耶穌 你基督徒 不管青紅皂白就是抓 保羅就是因為這樣被抓 沒有什麼理由啦 因為你是基督徒 所以就抓 那抓了之後呢 我去看他的這個歷史的典故 歷史的典故他是這樣說 羅馬政府的刑罰 對基督徒的刑罰 我講幾個啦 很精進 很精進 第一個 綁在木架上澆上蠟油 太陽下山的時候 逐街當路燈鼠藥 哇哇休息 兩排木架 都基督徒白一樣 蠟油澆著 然後就潑油 晚上就點火 那尼路皇帝就一邊走一邊 一邊喝酒一邊 一邊銀絲 欣賞 欣賞這樣子的美景 我們講 很不人性 當時基督徒是這樣 你信仰說 環境 如果在北海的時候 大家 美得都不贏 不敢說我是信仰 所以基督徒 不贏也不贏 這是其中一種刑罰 第二個 他把一個人挖了一個坑 埋在土裡面 下半身埋在土裡面 土回舔之後再澆上水 那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效果產生 那個土會有凝聚力 碰到水他會緊縮 那血下半身就到不了 都激在上半身 然後他那一個刀子 在你的頭皮上面 這樣畫一刀 血錢就噴出來了 他們是這樣 把基督徒處理 處死的 我想起來很恐怖 還有一種國比較恐怖 叫撥人皮 他們把這個頭皮化開 不傷到你的血管 不傷到你的腦袋 腦筋 然後把這個表皮化開之後 他灌什麼東西 他灌水銀 那我們大家物理學的素素都知道 水銀的密度比水重 我們人體百分之七子都是水分 所以這個水銀一進去的時候 他會慢慢滲透 在你的表皮慢慢滲透 然後活活剝一層皮下來 這個人皮又非常完整 有恐怖 還有 關在煎熬裡面 然後餓了一個禮拜的老鼠 大量放進去 你就是老鼠的鼠 娘子就是吃你 咬到你遍體淋山 然後在哀嚎當中輸掉 這個都是看當初的歷史背景 我覺得夠恐怖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歷史背景之下 你看一下西伯來書11章 你參考 從這個三十五節以下的經文 三十五節以下的經文 有人是被鋸子鋸死 有人是被石頭打死 然後好像野獸一樣披著皮 到處奔波 住在哪裡啊 住在曠野山林山洞地穴 當時基督徒是這麼可憐啊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這個保留屬在我們用人的眼光 這對提摩太要求真的太過分了 多過分 你不要管環境 你還是要去傳基督的福音 無論得屬不得屬 你都要去傳 做基督徒就要死了 你現在叫人來做基督徒 誰來啊 如果你是有聰明智慧會會思考的 我才不會說到現在去心裡 說心裡你就死了 你就變成被逼迫的對象 對不對 那保留說 無論得屬不得屬 為什麼 因為將來你要接受耶穌的審判 因為你要進入那個永生的國度 跟你傳福音是有關係的 好 我現在要做一個結論 你看保留他是這樣告訴提摩太 我覺得真的很過分 以人來看這個是過分的要求 但是聖經就是這樣記錄 不用差不多個人的環境好或壞 不用在我們現在的環境 大環境好壞 你就是一定要去團 因為這裡的地球相關 我想問大家一個觀念 我很喜歡讀經 我聚會也差不多都會到 那我對祷告 我每天也都會執行 靈修的工作 我都有在做 我也會注意我的原型 希望能夠符合聖經道理的 靈修的規觀的要求 但是因為我沒有恩賜 但是因為我很忙 所以教會的聖功 我大概沒有辦法幫忙 請大家要體諒 這樣可不可以得救 表示一下 不是表示一下 舉手表達一下你的意見好不好 可以得救的 沒有人會想 不可以得救的 少數 不可以得救 不可以得救 你不要害怕人 你要有貧有去 我拿一個證據給大家看 耶穌講的比喻 馬太福音25章 馬太福音25章 那麽從十四節以下 你看 零五千 零兩千 零一千的 你就看這個例子 五千兩千的我都不講 你看這個零一千的 零一千的請問他做什麼壞事 換第二屆有沒有 聖經沒有記載 換第七屆有沒有 我們換第四的罪 沒得救的理所當然的 對不起聖經都沒有記載 這一個零一千的夫人 他有在零修 他沒有 聖經最少看不到 有記載說他去犯罪 那這個人他有零修 你看這個二十四節 二十五章二十四節 那零一千的來說 主啊我主到你是忍心的人 這個忍心英文叫 刻薄的 嚴厲的 主啊你是一個有夠 脅迫的主人 你是一個有夠厭力 柯克的人 柯克的主人 那你說他沒有在零修 他對省的認知不夠嗎 認知都是夠的啦 有在零修的啦 然後他講 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劇煉 那結果他怎麼樣 他說我害怕就把一千塊買起來 好一毛錢他都沒有浪費 對不對 不說一千塊拿五百自己來用 拿一百塊來用 沒有一毛錢他都不敢浪費 不消耗資源的 他就是把他買起來 那結果當主人來的時候 他把這個一千塊拿出來還主人 那這個主人二十六節 你看這個主人 後來給這個一千的仆人三個評語 三個評語 第一個 又惡 第一個又惡 你去看他的英文叫做 沒有價錢 不值得啦 這個這個仆人 是一個沒有價值性的啦 再來又惡 這又惡就是說 待度 懶散 舒服 不願意 就是說你可以做 但是你不做 拼命找理由 我就沒溫習 我就沒時間 請不贏 沒法 不是我不做 我沒有辦法行動方便走不出去 那沒有關係 為福音布道述宮 也是非常重要啊 這個叫又惡又惡 然後三書節 無用 無用的仆人 那這個無用就是說 被選認定 他是一個 一五四處的仆人 那這個無用 那這個無用 那這個佛人不是壞呢 無犯罪 不敢農會心 國的主委 還有在領受呢 但是就是不要做性感 我們可以講 他就是消極的保守 他沒有積極的突破 所以這樣的夫人 後來被神棄決 不能得救 所以不傳福音有災禍的 到底是什麼災禍 當然我們從聖經 找不到直接的證據 有看到聖經 耶穌基督說 不傳福音你不能得救 沒有這些證據 但是從現在我們 查考的角度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不去做福音的工作 保羅說有獲人 因為耶穌的審判錢 保羅拿出來了 因為將來要進入的國度 保羅拿出來了 我們語局說勸勉提摩泰 我們打不如說威脅提摩泰 在一個不能傳福音的環境 保羅還拿這些因素 威脅提摩泰 我在招招在房間 好嗎 那我們再配合馬太福音25章這裡 我們就可以了解這個領一千的仆人 他是不能得救的 雖然他也有在做一些領袖性的工作 所以我們基於這兩個因素 我們覺得說 哎呀傳福音對我們來講 我們應當要一個覺醒 就是一個重新的認知 這個覺醒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覺醒 他的意思就是說 從昏迷當中 我們清醒過來 也許以前我們在講福音的道理的時候 我們大概真的都是鼓勵性的勉勵性的 我想應當很少有像我這個傳道 擔中擔擔擔為聖經獨立 那我覺得當我從聖經領受到這些真理之後 我急著要跟 以前我都是急著跟注目教會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們這個教會 不能夠變作死海的教會 叫有進無出 有進無出 有進無出 於能夠成長 能夠帶給人豐富的滿足 那我們這個教會就是要這樣啊 有道理的吸收 但是要做聖功的方向 這樣我們才是活水 我們五角教會才是活水 那在活水當中 我們做聖功有喜樂 主耶穌又用聖禮跟我們同工 我們會真的有喜樂的滿足感 那在這樣子的狀態當中 你能夠去感受一下那個鼠靈裡面 聖功得到神同工 那麼那樣子的一種豐富感 滿足感 喜樂感充足感 歸榮耀給神 那將來我們就是拿這些 回去見天上的神 就算恩待我們 也恩待我們的五角教會 我們一起來唱讚美詩 四百萬